有朝一日朝鲜一定要起兵反清复明 帮助汉人恢复大明帝国的江山 看这个朝鲜国王李浩的志气可真不小 朝鲜史料李朝实录记录下了李浩对朝鲜臣子们说的这么一段话 群臣皆欲语物置兵 而语顾不听者 天使人士 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 故欲养精兵十万 爱婿如子 皆为赶死之族 然后待其有幸 出其不义 执抵官外 则中原亦是豪杰 岂无响应者 盖执抵官外 有不慎难者 鲁不是五倍 辽审千里 辽无操公其马者 似当如入无人之境义 且以天意揣之 我国遂臂 鲁皆致之辽审 天意四欲使还为我国用义 且我国被辽人 不知其几万 一起无内应者焉 今日是